六周选举投票日倒数计时 如果选民感染了新冠肺炎 该怎么投票呢 卫生部今天发布了相关的防疫指南 卫生总监拿督莫哈莫拉兹 在文告中指出 感染新冠肺炎的选民 在今天起到投票日 会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Sechatura收到短信 同时有关的选民在投票之前 务必联系投票中心附近的卫生局官员 好让官员事先做好准备 有关的选民必须在投票结束之前的 两个小时才到投票中心 以降低交叉传染的风险 同时有关选民不可以 承搭公共交通到投票中心 除了让官员确认身份的环节 全程也必须佩戴口罩 至于入院治疗的新冠病患 也获准出院投票 但是必须自行承担风险 病患投票之后 必须立马离开投票中心 继续的隔离 莫哈莫拉兹也鼓励其他选民 尤其是出现症状者 戴口罩和保持肢体距离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